郭华大案 那是一段触目惊心的决策 两位尚书 六位侍郎 十二个刑审部政司的财政官员 无数人全住 死于狱中之人多达数万 在大明帝国的上空 洗满了震惊与恐怖 哀嚎与叹息 这就是发生在公元1385年的 郭华贪腐大案 红武四大案之一 郭华是谁 一个干篮还不到一年的户部上书 令人诧异的是 他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 实现巨额贪腐的 一个由他而起的贪腐案 为什么会引出涉案者 有数万人之多 那么在疑云密布 问题重重的郭华大案背后 究竟暗藏着哪些不畏人知的历史演绎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 带您不读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上部第六集 郭华案之名 明 侯武十八年的三月 朱元璋接到欲使愚民的上书 告发这个户部侍郎 也就是主管财政和税收的副部长 郭桓 盗窃国家粮库 这朱元璋啊 虽然特别痛恨官员的贪腐行为 但是他接到这个上书之后呢 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 下令这个刑部的刑审 相当于现在的法院副院长 这个人叫吴庸 让他成立专案组 根据于敏的上书 对郭桓盗窃国库粮食的问题 进行立案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理和调查之后呢 就把结果呈报给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 大事一件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从这个涉案的人员 和贪污盗窃的钱粮的这个总数啊 都实在是太大太惊人了 从涉案人员的范围看 涉及了礼部和刑部的两个上书 这相当于部长 六个部的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侍郎以下的所有官员 还有全国十二个行省的部政司 也就是负责财政的这些官员 以及各州府县的主要负责人 都与本案有关 被贪污的前两总数 折合大米2400万大 那么2400万大什么概念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相当于明洪武初年的 一年的秋梁的总收入 第二种说法相当于洪武年间 一年的财政收入 无论两种说法哪个说法正确 这都是一笔相当巨大的书 面对如此巨大的贪污案 朱元璋感慨道 乌乎古今贪有弱是乎 意思是古往今来呀 这贪赃王法是大有人在呀 搞到这种程度啊 真是少之又少 从没见过 如此巨大的贪污数额 那国环他是怎么具体操作的呢 根据朱元璋编的预制大告 郭桓具体贪污的手段分六种 第一叫盗棺梁 这盗棺梁啊 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式 一种呢就是截流 也就是粮食收割完之后 不住库半道就截走了 比如说这西地区啊 这每年的秋梁啊 要上450万占 可是经过郭桓的一过手 就仅上缴了260万弹 其中190万弹 就让郭桓给贪污了 第二种方法呢 叫直接盗窃国库的存粮 全国12个行省的杜政司 据调查都普遍存在着 盗窃国库存粮的这种罪行 郭桓贪污的第二种方式叫纳赃钞 什么叫纳赃钞呢 就是收取纸币形式的贿赂 比如这个浙西各府啊 一次给郭桓 行贿 高达50万贯纸币 一贯就是相当于一两银子 那可是50万两银子 郭桓贪污的第三种方式 私造纸币或者叫私造货币 在郭桓勾结保钞提举私 也就是明朝专门印制钞票的部门 勾结了二十几个官员 组织了580多名印钞工人 印制钞票 注意啊 这可不是造假币 是印真钞啊 不过史书生没记载 到底印多少 郭桓贪污的第四种方式 侵吞税款 郭桓勾结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直接将国家的一些正常的商业税收 中保私囊 而且还巧立明目 对百姓是乱收费 郭桓贪污的第五种方式 盗取金银 这郭桓呢 他本事真大 他勾结这个 内城运库的宦官 盗取内城运库中的金银 这内城运库是干嘛的呢 是专门保管这个 皇宫大内的金银财宝 郭桓贪污的第六种方式 盗取宝钞 宝钞啊 也叫大明宝钞 是大明红五年间发行的纸币 盗取多少呢 六百万张 那个时候发行的纸币啊 最大面额是一贯 一张就是一贯 这六百万张就是六百万贯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贪污案子 朱元璋惊叹说 空仓里把府库接郭桓贪污 意思是啊 大明盲桃的国库梁仓 都被这个叫郭桓的贪官呢 给盗卖一空了 面对这样的贪污案怎么办 那还用问一个字 杀 这朱元璋可真下得去手啊 这一声令下 就杀了数万人 你说一个经济犯罪案 至于杀这么多人吗 可是呢 朱元璋看来 这些人都该杀 因为朱元璋特别痛恨贪官的贪腐性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就跟这个朱元璋儿时的这个遭遇有关了 他小的时候呀 老家遭灾 父母都被饿死了 他就觉得 他父母亲人之所以被饿死 就是那帮子官吏 把该给他家人的赈灾粮贪污了 所以儿时的遭遇给他留下深深的阴影 所以他特别痛恨贪官 杀起贪官是绝不手软 公元1328年 朱元璋降生在安徽豪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因为家里人实在是太穷 小时候的朱元璋 连正儿八戒的名字都没有 只是因为排行老妈 所以有个称呼叫朱虫吧 作为家里的老小 小时候的朱元璋 常进的生活贫穷 带来的愁苦和无助 因为父母没钱养活这么多孩子 许多哥哥姐姐都因为抚养不起 而被送人或嫁出 一个个颠沛流离 背走一乡 因为太穷无法念书 朱元璋从小就被村里的地主放存 15岁的那年 朱元璋的人生再次遭遇沉重挡机 他的父母在饥寒交迫中 遭遇疾病牺牲 双双离世 而这个时候的朱元璋 甚至穷的连给父母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 在万般痛苦和无奈之中 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只好到寺庙出家 打起了河上 直到后来投身农民起义 虽然已经登上了九五至军的皇帝宝座 但而是痛苦生活的景象 始终营绕在朱元璋的眼前挥之不去 在朱元璋看来 从前家里穷困潦倒的生活 一方面源于原末那个乱世 故意沉重 灾筐不断 民不聊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有人贪污了家里的旧戒梁 最终造成了家破人亡的危局 因此朱元璋一生都非常痛恨腐败 于是在他当上了大明王朝的皇帝之后 他对查明的任何贪腐行为都绝不轻饶 这就是为什么 当郭桓这样的贪污大案出现之后 朱元璋感到极为痛恨和震惊的原因 那么朱元璋决意要严查郭桓桓案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记起全朝的教训 一个新的王朝总是建立在 过去那个王朝的废墟之上 全朝灭亡的教训 会引起这个新王朝开国之军的足够的警惕 元朝灭亡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吏的贪腐 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负责 杀起贪官来 是绝不手软 第三个原因 朱元璋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追求他的理想 人们会感到奇怪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朱元璋 他会追求理想社会 别忘了 朱元璋刚开始参加起义的时候 叫红金军 这红金军呢 他的精神支柱叫白连教 也叫明教 他们追求光明 他们号称在未来的弥勒世界 会有一个明王出世 用光明去驱逐黑暗 朱元璋出生在社会底层 所以他更加渴望光明 他就想建立一个光明的理想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那里没有贪官 没有压迫 所以他自认为自己就是明王出世 那么他建立的新王朝呢 就号称大明 所以他就有一个理想 要用光明驱逐黑暗 官场腐败 在朱元璋看来 那就是黑暗的现象 所以他要彻底的铲出这样的黑暗 你朱元璋追求理想社会 反对腐败 这都对 可是你至于有一个经济案 一下就杀了数万人吗 这是不是太血腥 太残酷了 可是从那个郭桓案发案的整个过程 你却发现他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在历史上 很少有人对这个案件本身提出怀疑 国桓贪腐大案的出现 彻底激怒了朱元璋 从原末贪腐成分的社会现状中 走出来的朱元璋非常清楚 此类大案对国家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震怒之余 朱元璋痛下杀手 死于狱中的涉案人员不记其数 一时间朝野震惊 人人自飞 然而在傅小环老师看来 郭桓案疑点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这些疑点都有哪些呢 我根据这个朱元璋编的预知大告 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比对 发现了此案有很多疑点 疑点一 郭桓没有作案时间 朱元璋在预知大告中说 此案案发持续了三年的时间 可是太祖实录中却记载 这个郭桓在洪武的五年二月 也就是这个案件发生的前十三年 他被任命为山西监察司牵制 相当于山西省地方法院的第三把手 郭桓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 也就是说到郭桓案发案的前一年 郭桓才被任命到户部担任市上书 那么整个发案的三年前两年 郭桓不是户部上书 他是山西的地方司法官 他不可能成为这个案子的主犯 从发案持续三年这个角度看 郭桓没有作案时间 一点二 郭桓的任职时间太短 郭桓从担任市上书 就是适用期的上书 到郭桓案发案 这之间一共是十一个月的时间 在案发前三个月 周元璋又把他降为户部侍郎 那么实际上郭桓在这个市上书的职位上 任职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想想看 八个月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勾结两个上书 六个侍郎 十二个行省的部政司领导 还有各州府县 还有广汇库 保抄提举司 内城运库等等官员 不可能把他们勾结起来 没时间把他们勾结起来 一起作案 郭桓案的第三个一点 此案设计的范围太广了 你说一个普通的简单的经济犯罪 把整个大明王朝主持行政工作的六个部门 都牵扯进去 十二个行省的所有的部政司的长官 也都牵扯进去 还有各州府县的官员 还有一些经济部门 作为红五四大案的空业案和郭桓案 都是大明王朝初年轰动一时的经济大案 两个案子牵扯的人数之多 前作未有令人震惊 朱元璋从小就对元朝末年 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一不同恨 郭桓案发生的时候 朱元璋已经登基住了十八名皇帝 那么既然朱元璋非常清楚 监督和惩治腐败的重大意义 那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为什么还会出现郭桓这样的大案来呢 为了预防守下人的不法行为 朱元璋究竟都想出了什么好办法来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上过第六题 郭桓案之名 那个时代 朱元璋可是建立着严格的监督系统 怎么个严格法呢 我称之为三维交叉的监督系统 那三维呢 第一维 纵向的监督系统 从中央到地方 中央建立了督察院 专门监督朝廷百官 针对十二个行省 建立了十二个道的御史 朱元璋为了家乡监督 还时常的派遣 寻案御史到全国过地巡视 这是纵向的监督 那么红向呢 朱元璋有创造性的 建立了一种制度叫做 几世中 什么叫几世中呢 就是明朝呢 有六个部 对吧 户部 吏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公部 那么六个部门呢 是六个部门的六科几世中 几世中干嘛呢 专门监督上书 以及各部门的官员 部的行政长官叫上书 官居二品 几世中呢 官居七品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你说一个七品官能监督二品官吗 这就是朱元璋用心良苦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七品几世中啊 官职虽然低 但年龄很轻啊 刚刚步入官场 被官场中那些潜规则呀 还没有把他们影响得很甚呢 所以呀 他们希望升迁 年轻勇为 渴望进步 所以工作起来很认真 监督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纵向和横向这交叉系统还在明处的话 那么在这个纵横交叉的系统背后 还有一个隐秘的监督系统 叫锦衣卫 这锦衣卫啊 是朱元璋直接负责指挥的 监督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官员 甚至全国所有人都在锦衣卫的监督范围之内 那么在这样严密的三维交叉的监督体系之下 怎么可能这么大范围的爆发连串的贪腐行为 红五年间呢 这朱元璋杀了胡卫庸 废除了城乡制度 中央集权变成了独裁 意思就是这什么事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而朱元璋这个人呢 经历非常好 所以在他的督策和监督之下 那锦衣卫啊 真是无孔不入的监督着朝廷的摆棺 所以朱元璋就认为 在这样严密的监督之下 就可以监视控制腐败的发生 以及敢于挑战皇权的行为了 所以在这样的严密监控之下 整个红五年间 这三维系统应该是运作的比较正常的 怎么可能在全朝廷六个部门 全国十二个行省 各州府县 还有一些经济部门 普遍发生和出现这种一连串的经济犯罪案呢 郭桓的第四个一点 技术难度太大 就说那个郭桓吧 虽然担任了八个月的市上述 他真要想进行点贪腐行为的话 也不大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难度太大了 这些户部啊 跟其他五个部相比 技术含量高 专专业性质强 任务很复杂 怎么个复杂呢 就说他具体管的类别吧 他包括管户口 相当于县制的公安部 管土地相当于国土资源部 管富裕 相当于劳动人事部 管税粮相当于税务总局 管仓名相当于粮食局 管府库相当于国家银行 管会计支出相当于财政部 你看 这七项都有关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专业技术性要求非常高啊 一个户部上述如果不熟悉专业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你的属下蒙蔽 你很难履行你这个部长的职责 因此啊 红武朝一共31年 就更换了44个户部上书 由此可见 这个户部上书 这个难度之大 你说这郭桓 当了12年的地方司法官 然后突然调到了南京 去当户部上书 从司法工作 转为这个国家经济管理 这叫改行啊 隔行如隔山啊 这八个月里 他适用工作 熟悉业务还来不及呢 他怎么可能进行有高技术含量的经济犯罪呢 再说了 这个案件发案之前的三个月 周安璋把郭桓从这个市上书的位置 贬为右侍郎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郭桓呢 没有通过试用期 不符合一个户部上书的专业要求 你想啊 一个不符合专业要求的户部上书 它是怎么进行 需要相当高专业水平的经济犯罪呢 郭桓案的第五个疑点 是案人员太多 想想看 一个简单的经济犯罪案 怎么可能涉及数万人呢 咱从这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 这贪污不是什么好事对吧 不是这么光彩的事 总要杀头问罪的 那不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吗 你说你郭桓怎么可能大张旗鼓的 似乎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在贪腐 所以不合情理啊 郭桓案的第六个疑点 办案负责人被杀 前面说了 主任章下令 停步行审 就是相当于法院副院长的无庸 牵头成立了 郭桓案的专案组 而到最后 这专案组组长吴庸被朱元璋杀了 大家奇怪了 你说这吴庸破获了这么大的案子 应该表彰奖励才对呢 那朱元璋为什么要杀他呢 原因呢 就是他这办案的过程啊 用严刑逼供 驱打成招 牵连了很多好人 杀戮很严重 激起了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就连最开始 上书弹劾这个郭桓的那个遇使渔民 他又上书了 说郭桓不攀乱咬 说有关部门呢 评讯逼供 制造了很多冤案 怎么办 郭桓案为了平息众路 为了安定人心 下令将吴庸杀了 而且是凌迟处死啊 似乎不如此 不足以平民分 可见当时民分是多么强烈 杀了吴庸之后 郭桓案宣布 此案就此了结 大赦天下 不再追究了 郭桓案宣布 杀吴庸说明什么 说明 郭桓案宣布 意识到此案 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郭桓案宣布 案存在的诸多疑点 必然会导致案件出现偏差 影响到案件的历史真实性 既然如此 就应该想办法 尽可能地还原此案的本来面目 在傅晓帆老师看来 结合郭桓案的六大疑点 通过分析 得出三个相对刻板的结论 那么这些结论都有哪些 他能对我们了解 郭桓案的历史真相 带来帮助吗 综合以上疑点 我对郭桓贪污案 做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 郭桓在某种程度上被冤枉 为什么叫某种程度呢 因为整个案件发案三年 他有两年并没有担任户部上书 所以在这两年中他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呢 他毕竟承担了将近八个月的 事户部上书的职务 很有可能参与了一些贪腐的活动 但是 把所有的罪名都夹到他一个人头上 显然是有人栽赃陷害 可以这么说 郭桓是官场贪污腐败的替罪羊 甚至我怀疑 郭桓是官场轻压的牺牲品 更令人觉得蹊跷的是 郭桓的前任 一个名叫李树的人 他担任户部侍郎13个月 担任户部尚书6个月 将近两年的时间 正是这个案件发生的那前两年 他至少是直接责任人 可他怎么会全身而退 没有受到任何的责罚呢 第二将内案定为个案 什么叫内案 所以内案就是一系列的 性质大致相同相似的案件 也可以叫做串案 而个案是比较孤立的发生 和其他个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 性质比较独特 个案的发生有很多偶然因素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郭桓这个案子 定性为以郭桓为首的团伙作案 第三案件处理扩大化 一个经济案子 怎么可能涉及数万人呢 显然这个案件被扩大化了 在审案过程严刑逼供 造成驱打成招 这些受刑的人扑盘乱咬 那么这样的经济案 为什么会发生扩大化处理 这样的结果呢 在大陆王朝276年的历史长河中 一共涌现出了16位皇帝 若论诚治贪腐的决心和力度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朱元璋 然而大明洪武年间的贪腐案件 却层出不穷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呢 这就要说 朱元璋在诚治腐败过程中 都有哪些问题呢 我做了无论下概括 第一 杀人太多了 你说大明王朝刚刚建立不久 这各级的官吏加起来 没有多少 他一次就杀了数万人 这数万人中 肯定会包含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杀了这么多人 这不就是滥杀无辜吗 难道大明王朝没法律吗 这就要涉及到 朱元璋诚治腐败中的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只惩罚结果 这朱元璋啊 虽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 但毕竟是刑法 他不是在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法律 那么这种刑法的特征就是 只注重事实 只惩处贪腐结果 根本没有 也不可能有对权力执行过程中 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制度和法律的监管 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去管钱 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 全靠你道德自律了 好不小心贪污了 那就出于极心 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是不可能根治腐败现象的 朱元璋诚治腐败的第三个问题 量刑标准太低 朱元璋在他编的这个预知诈告中规定 凡贪腐六十两银子以上的 皆消首示众 剥皮食草 这剥皮食草就变成太残酷了 那么你想想看 六十两银子 贪腐六十两银子就出于如此残酷的刑法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直接结果就是那些偶尔犯了错误的官员 就失去了改正错误的机会 无形中增大了反腐的量和反腐的难度 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出现了第四个问题 手段太残酷 朱元璋在诚治腐败过程中啊 使用了很多传统的酷刑啊 比如临池啊 烟锅啊 灭酒足啊 不但如此啊 他还启用了 恢复了很多古代已经废除了的酷刑 挑剑呢 断酒足啊 屈习惯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创造了一种剥皮食草的酷刑 这样的酷刑 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势必会降低甚至颠覆法律自身的权威性 为了严惩手下人的不法行为 朱元璋从来不虚私情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亲戚 据说 安庆公主的父马 自以为是皇帝朱元璋的女巨 拥有特殊的地位和身份 就勾结相关人员 干起了走私茶叶和盐的非法生子 他的不法行为 因得手下人纷纷笑话 严重的影响了大明王和国家水收 影响很快 结果这件事情 叫朱元璋知道 他决心依法严惩 并不顾公主的苦苦求情 最终斩了铺马 这件事情 彰显了朱元璋诚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除了不姑息自己的亲属之外 对那些厉过战功的大臣 如果有违反法纪的行为 朱元璋也绝不姑息 那么在这方面 朱元璋又做了什么事情 他在惩治贪腐的方式方法上 究竟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上部第六集 郭桓案之谜 每有一天 朱元璋用皮鞭 抽打一个叫朱亮祖的 和他的儿子 抽累了 转身交给侍从 接着抽 直到把这堆父子抽死为止 你说朱亮祖什么人呢 朱亮祖啊 那可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 功勋捉住 被封为侯爵 叫永家侯 那么朱亮祖什么事得罪朱元璋 让朱元璋发这么大火 用皮鞭把它抽死呢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 这朱元璋啊 把朱亮祖派到广州做封疆大吏 那广州边上有一个小县叫 潘渝县 就是现在的潘渝区 这潘渝县有个县令叫道同 这个道同啊 为人正直 为官清廉 可是潘渝县呢 有一群土豪恶霸 为恶乡里 强买强买 恶意压价 桥区豪夺 这潘渝县的老百姓呢 惹不起这帮的人 敢怒不敢言呢 这道同知道情况之后 就决心要为民除害了 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之后 掌握了犯罪事实 就把那个土豪的头啊 抓起来 用夹锁锁在繁华闹市区赤重 这下这帮土豪没戏了 没招了 怎么办呢 就用重金贿赂朱亮祖 通过朱亮祖 求情 让这道同 把他们的头放了 朱亮祖拿了人家的银子 就答应了 就替这些土豪们出面说情 他先设宴 款待道同 在九席宴上呢 就替这土豪出面说情啊 让道同把这土豪头目放了 没想到这道同 根本不把这侯爷放在眼里 而且说话很直率啊 他说你是朝廷大臣 封疆大利 堂堂侯爵啊 你怎么被这些小人们使唤呢 这话朱亮祖受不了了 具有武力相威胁 没想到这道同 软婴不吃 根本没把这侯爷放眼里 哎呀 这朱亮祖心想 这拿了人家钱 不能不办事啊 闻得不行就来武的 干脆撇开道同 直接动用军队 砸开枷锁 把这个土豪的头放了 这土豪的头领啊 为了感激这个 朱亮祖的救命之恩啊 就把自个的女儿 嫁给这朱亮祖当了小妾 这下朱亮祖就更加的 为这个土豪们效命了 找了一个借口 就把这个道同抽离的鞭子 哎呀 这个道同心想 我是没法跟这些土豪 跟这个侯爷斗下去了 怎么办呢 这会儿他想起谁了 想起皇上了 他知道皇帝朱元璋是苦出身 他一定会为老百姓说话的 所以他就把这些土豪恶霸们 和朱亮祖的这些罪状 一条一条的写在奏章上 就给皇帝告预状 还不知道怎么的 这朱亮祖居然知道 道同要告他 我估计他是猜到了 这叫作非心虚 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他也上书谈和道同 这两个人呢 一个道同一个朱亮祖 不约而同的 同时上书 给皇上告状 可是那道同是个县官 他只能用驿站 这朱亮祖呢 他用的是骑兵 动用的是军马 那显然速度啊 就有了差距 所以道同的信呢 就晚到 朱亮祖的信呢 就先到了 皇上一看朱亮祖的信之后 大发雷霆啊 马上下令啊 派使者 带着圣旨 到攀渝 杀这个道同 可是把这使者刚刚派出去不久 道同的上书又到 房上打开道同的上书一看 这道事情真相 他感慨啊 他说 小小一个县令 居然敢和封疆大力吊板 告他的欲状 这样的人才太难夺了 居然他马上又下了一道圣旨 赦免道同 同时调道同进南京入职 嘱咐了一信使啊 你可得跑快点 晚了 道同可能性命难保 后出发的使者使劲赶拼命 终于和前一个使者 同一天到达了攀渝 可是这之间毕竟有个时间差呀 当那个第二个使者 到达攀渝的时候 这道同已经被前一个使者杀了 朱元璋听说消息非常的懊悔 没办法 人已经死了 如果他不动声色 可这朱亮祖发现 前后两个使者 带来两道完全不同的圣旨 他就明白皇帝心里的意思了 他也忐忑不安 可是现在皇上又没动静 渐渐就放松警惕了 直到第二年的九月 所以朱亮祖家里突然来了一群 拿着圣族的朝廷官员 就把他们父子两个人 押解到了南京 朱元璋一见着父子两个人 亲手抄起了鞭子 就活活把这对父子给抽死了 抽死之后 又下令把朱亮祖的儿子剥皮食草 同时又下令把他与那帮子土豪鹅霸 全部处死了 这样的处理 虽然大快人心 但显然朱元璋是法外用刑啊 他这样的做法不但颠覆了法律的权威性 而且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 什么头呢 平仗 也就是说皇帝对那些得罪他的大臣进行仗责 朱元璋杀的这些人可不都是贪官呢 就以这郭桓安为例 这数万人的大多数都是无辜的百姓 你这么滥杀无辜的让人想你这个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那么什么隐情呢 据明史刑法制中的一句话透露了一点消息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中人之家大地皆破 也就是中产阶级大部分人破产了 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是 大明王朝在洪武年间的时候 财政情况不好 甚至很糟 连年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 那钱从哪来呢 那么郭桓案的爆发 他叫盗卖国库粮食 他一定会牵连一些做法商人 这就给朱元璋提供了 没收商人的财产和土地的借口 所以说这个案件的扩大化 实际上是有关方面 吴勇等人秉承朱元璋的旨意 是故意扩大化的 所以朱元璋杀无庸 除了推卸责任之外 就有灭口之嫌了 那么显然 这次郭桓案的扩大化处理 大批的商人成了此案的牺牲品 那么郭桓案爆发之后 又爆发出什么精神大案 我们以后再讲 字幕统筋